孙权攻占过他吗 是的 三国志五主传记载 黄龙二年 也就是公元二百三十年 孙权派将军魏文诸葛直 率领贾世上万人渡过大海寻找宜州 魏文等人找到宜州 攻占宜州 并带着几千宜州人回到东吴 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史资料里面 关于宜州最早的记载 其实东吴原本也很落后 但在东吴三十年的改革开发下 国力蒸蒸日上成为第二强国 东吴水晶打宜州 那还不是碾压式的吗 十四个小时就能解决战斗 把什么正副酋长呀 几千人呀都俘虏到东吴来 听后发落 再说一个北国的事 我们曹操用关渡之战 南皮之战 叶城之战三大战役 彻底打败原家 原家逃走 竟然认贼作父 依靠乌环 原家以为乌环强大 以为有乌环人成腰 认为我们曹操就怕了他了 他做梦 我们曹操亲自率军齐席 用最精锐的虎豹旗 击败乌环军 斩杀乌环王俘虏二十万人口 原家和乌环缠鱼逃走 逃向别的势力 别的势力惧怕曹操 不敢收留他们 将他们斩杀 把手机送给曹操 这就是认贼作父 挑衅中原强者的下场 这就是居心妥色的义族 扶持逃亡势力 挑衅中原强者的下场 颜色的下场